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种另一些特殊的关系 这一类特殊的关系叫做函数 而函数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它确实是最重要的数学工具之一 那么我们从中学甚至从小学开始到大学 不同的阶段当时学习到的函数的概念 显然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最开始可能会学到 所谓的字变量音变量这样的函数 也就是说随着字变量的曲值 然后变化的话 那么音变量的曲值也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种函数我们可能会大部分会写成 像y等于x加5这样的一种算术表达式的形式 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当x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么经过这个算术表达式的计算 那么y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就成为函数 那么后来可能在高等数学里面 那个函数又变成说一种映射 就是它是从定义域到直域的一种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种对应的关系 它未必能够写成算术表达式的形式 而是可以写成更加普遍的一种形式 就是写成y等于fx 也就是说y是x的一种对应 一个x对应一个y 一个x对应一个y 那么我们在集合论当中所讨论的函数 是把这个函数看作一种特殊的关系 那么把这个函数的规结为 集合规结为关系来进行研究 我们重点还是介绍 离散对象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 所以在函数的定义是这样的 如果x到y 一个集合x到y的一个二元关系 那么所以它是一个从x到y的这么一个二元关系 f 它显然是x和y的迪卡尔基的一个子集 如果说对于每一个小x都有唯一的一个小y 使得xy是属于f的 那么就称作为这个f是x到y的一个函数 继承是f号x箭头y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这里头的核心就是 每一个x都有唯一的一个y跟它对应 那么当x是一个x1到xn的一个迪卡尔基的时候 那么就把这个函数就称作为是一个n元函数 它是一个n元组到y的一个对应 到一个唯一的y的一个对应 那么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函数也称作为映射 叫做mapping 或者叫做变化 transformation 那么所以综合起来 函数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关系 那么特殊就在于两点 第一点是根据它的定义 因为每一个x都有y跟它对应 所以它的前域和定义域是重合的 也就是在前域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元素落下 所以定义域是跟等于前域 第二呢是它的单值性 单值性就表现在于 如果有xy是属于f 然后xy撇是属于f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y是等于y撇 那么这个呢 跟它定义里头 每一个x都有唯一的一个y跟它对应 这是相符合的 所以函数呢 特殊的关系就表现为特殊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它是不会遗漏任何一个前域的一个元素 就是前域等于定义 第二呢 是它的单值性 所以我们将来要讨论一个 是一个关系是不是函数的时候 就用这两个性质去套它 就可以了 那么因为有函数的单值性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函数表示成 y等于fx这样的形式 f呢 这是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会把x呢 称作为字变量 y呢 会称作为函数在x处的一个值 或者呢 会把y呢 称作为x的向点 而把x呢 称作为y的一个圆点 那么圆和向 就是基于映射的 那么 如果不是函数 能不能用这种表示法呢 我们说不满足单值性的这种关系呢 都不合适这样的表示法 假设说 xy1和xy2都是属于关系 那么但是呢 y1不等于y2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也把y1等于rx这样的表示法来表示y1的话 那么就会引起混淆 因为同样的 y2也等于rx 那虽然它右边都是rx 可是左边呢 却不一样 所以这样呢 就无法区分 所以我们说 如果不满足单值性的这种关系 就不能够用y等fx这样的形式来表述了 我们来看看几个函数的例子 首先呢 任意集合a上的相等关系 它显然是一个函数 它满足前欲等于定义欲和单值性这两个性质 那么把这种函数呢 称作为横等函数 当然也表示为ia 那么所谓的横等呢 就是identical 自然数集合上的两倍关系 它也是一个函数 它是由自然数到自然数的一个函数 那么可以表示为y等于rx这样的一个形式 而且正整数集合上的整除关系 那么它就不是函数 因为2和4相对于2整除4吧 但是呢2同时呢也整除8 所以呢2唯一的有一个2 它并不是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整数 跟这个2来对应这个整除关系 所以呢它不满足单值性 所以它不是函数 当x不等于空级的时候 那么空关系就不是函数 因为它不满足前欲等于定义欲的这种性质 但是呢当x等于空级的时候 那么空关系呢就是一个函数了 那么称作为空函数 自然数的加法 nxn到n的一个函数 那么它显然呢是一个二元函数 我们可以写成y等x加x1加x2这样的形式 那么它是一个二元的 是两个x对应一个y这样的形式 那么函数的规定方法 那么它作为集合 它作为关系 那么都可以用它们的相应的定义的方法 比如说像列表法 像图表法 那么图表法呢可以用 在平面直角坐标性上的一个点的集合 来表示函数 那么它也可以用解析法来表示 可以用算数表达式 或者说其他的命名式 来表达这个函数 比如说y等sinx 这样的一个形式 当然函数呢也可以用地规定义的方法来定义它 那么作为地规定义 那么跟归纳定义是有相似之处的 那么作为关系和集合呢 函数也可以用归纳定义的方法来进行定义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呢基础条款 用来定义函数的一些初值 然后呢在归纳条款里面定义函数 调用自身的部分的这些定义 那么这个呢已经我们前面做过了一些介绍 关系地规函数 那么比如说字符串长度的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义为LEN 这个是函数了 把空串的定义长度定义为0 那么任意一个这个非空串的这个字符串 它都可以定义成LENA 然后定义成Subs-A 逗号2 也就是说从第二个开始的 截取了一个子串 就是把A的那个最左边第一个字符给它拿掉 然后剩下的更短的一个串的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再加上1 那么这就是一种地规定义 或者说归纳定义的函数了 那么函数作为一个对象 它可以有相等或者说包含 就是函数之间的一种关系 我们有一个函数F是A到B的 G是C到D的这两个函数 如果它们的前域和定义都分别相等 A等于C 然后培域和直域 B等于D 这两个分别都相等 而且对于每一个X属于A 都会有FX等于GX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FG 称作为相等F等于G 记住这样 那么如果说A是C的子极 A包含于C 而B等于D 并且对于每一个X属于A 都会有FX等于GX的话 那么就把它称作为函数 F包含于G 然后记住F包含于G 用子极的这个记号来进行记录 那么在有限集合上的函数 它们其实个数是有限的 也就是有限集合上 一个有限集到另一个有限集之间 所定义的函数 它的不同的函数的个数 是有限的 有这么一个定理 如果X的基数是M 然后Y的基数是N 那么在X到Y的这么一个函数 它的基数是N的M次密 也就是说X到Y的函数是有限的 它的个数是N的M次密 这么多个 那么实际上从组合数学的角度 就可以用来证明这个定理 也就是它相当于从这个Y 就是N个元素当中 取M个允许重复的这么一个排列 因为它是每一个X 都有一个唯一的Y跟它对应 所以是从N个元素当中 取M个允许重复的这么一个排列 每一个排列就构成一个函数 那么这样在组合数学里头 这样的一个取的方法 那么不同的这种排列 就会有N的M次密这么多个 所以我们说NX到Y的函数的个数 是有限的 是N的M次密 我们把从X到Y的全体的函数的集合 把这所有的函数都放在一起 成为一个集合 那么它的表示法 可以表示成Y的X次密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样如果讨论它的基数的时候 正好也对应N的M次密 这么一个基数 那么我们刚才把X当中的元素 称为圆点 把Y当中它的对应的Y 称作为向点 那么如果我们来考虑 在定义域当中的一个子集的话 那么把这个子集映射到Y当中 映射到直域当中 它也肯定会是一个Y的子集 那么这样的一个映射 我们就叫做子集的映像 它就不再是点了 它是一个像 这个准确的定义是这样 F是X到Y的函数 然后A是X的一个子集 我们把这个F比A 称之为这个A 这个子集的映像 它就定义为Y 然后存在X X是属于A的 并且Y等于FX 也就是说 从A当中作为圆点出发 它的所有的向点 都收集在一起 成为F比A 那么所以呢 它是定义的子集 到这个直域的子集的一个映射 所以呢 这个映像函数F比A 它就是RhoX RhoX就是X的密集 到Y的密集的一个函数 它是子集到子集的一个对应 那么它有这样的一些性质 如果是空集 显然映射到空集 如果是定义域 它就会被映射到直域 对吧 那么如果是一个单元的集合 F比A 然后单个的X 它就映射为 这个FX 单个的集合 那么另外呢 如果设这个F 是X到Y的函数 那么在X当中取出一个子集 A 然后X当中取出另一个子集 B 我们来看看这个映像函数 有什么样的特性 我们首先呢 这两个子集 如果做并集的话 就两个圆 两个圆 两个圆做并集 然后呢 再去对应出像 那么它是等于说 两个像的并集 圆的并集的像 等于像的并集 如果是交集呢 就不一样 那么两个圆的交集的像 它是两个像的交集的子集 它是子集 那么如果是讨论X集的话 那么也是子集的关系 就是两个圆的像 它们的X集 会是X集的像的子集 那么这里头这两个原因 都是因为存在于 这个X1不等于X2 也就是两个这个圆 它不相同 但是呢 它会映射到同一个像里面去的话 那么这个交集和差集呢 它就会缩小 会有缩小 所以呢 如果说X1不等于X2 但是呢 会有FX1等于FX2的 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么就会是 它的这个交集的像 或者说X集的像 就会少一些 就会少一些